物资银行 家福中心都有不少 这个顶心的相关产品 现在也都已经紧急回收或者是销毁了 花莲各社福团体也都拒收顶心的抵制品 不过宜兰慈怀元就说 捐的东西是来自各界的扇心 如果只是遭抵制的顶心产品 物资本身没问题的话 他们还是会收 宜兰县政府社会处也指出 受理民众捐赠的物资银行 陆续友人或慈善团体捐赠物资 实案风暴中 清查发现今年中原普渡之后 友善性人士把大批的公品捐给物资银行 包括了油 饼干 罐头等等 而这些交由社会处转发的物资当中 也包括名列黑名单的味泉肉酱 部分的味泉肉酱罐头 已经分送给50户的弱势家庭了 事隔4个月早就已经被吃下肚了